会回到观点下新闻 瑞芳区基隆河湖岸步道 深受民众好评 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吸引至少百人散步见走 不过在台62线快速道路桥下的休息空间 却湿滑引起民怨 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要求全责单位 要用高压水柱清除步道上的清台 瑞芳基隆河湖岸步道因为环境清幽 受到当地居民喜爱 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散步休闲 不过最近却有不少民众反应 在步道中间断的休息空间 容易长青苔导致湿滑 民众走起来都不太放心 快速道路桥下这个桥下 里面有要求太滑 但是如果是后来都会比拔倒 里面比拔倒更危险 现在要求我们这个市政府 还是说这个河川教 这个地方要给我们清理 给我们谢谢清理 经常会碰到地滑的问题 所以许多件的陈勤案都来找我 那么我今天办这个会刊呢 都就是石河局跟我们的新北市的水利局 请过来问问看他们这个权责是哪一方面的 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邀请石河局水利局 及区公所里长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经过各单位寻查后发现 原来是上方台62线快速道路的排水设计 是直接将雨水往下冲 造成广场连连湿滑 积水不易退去 然后现在会刊的结论就是水利局 他们会来处理 但是这石河局的经费会拨给他们 然后做个清洗的动作 免得我们这个那么美丽的基隆河 民众又那么喜欢来的地方 在下雨的时候或者在平日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水气就陆滑 会发生危险 立委服务处表示 今天会开先请水利局 先针对地面青苔进行修复清除 至于根本的原因是上方道路的排水不佳 导致路面湿滑 也将择其请公路总局进行改善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导